缅甸政府宣布接纳逃往孟加拉国数十万难民当中的一个家庭 联合国和卡达管理层表示称 缅甸为开肉帮穆斯林返回家园还为时过早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克哈利表示 华盛顿的目标实现之前美军不会从叙利亚撤出 美国的三个目标是 一 确保化学武器不会以任何方式对美国利益构成风险 二 击败伊斯兰国 三 获取一个有利位置以观察伊朗动态 纳扎尔巴耶夫在阿斯塔纳100本新书项目讲话中 宣布并强调了哈萨克斯坦为什么要通过工业化发展 美国 英国和法国在对叙利亚化学武器库和设施进行导弹攻击后 大马士革政权支持者对此行动做出了反应 大马士革大多数人认为对叙利亚政府的攻击是不成功的 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组织了一次示威活动 要求释放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人民代表 约有35万人涌向巴塞罗那广场 示威民众挥动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旗帜 高喊反对马德里政府的口号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